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16日 今天来谈谈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 习明泽成了新闻人物 原本习近平的家人 不论是彭丽媛还是习明泽都比较低调 但是现在看到网上有一条消息讲到什么呢 国内有一个网站叫贫充网 就凭上我们吃的那个大葱,品葱网 他透露消息,他说什么呢 他说习明泽对这一次的疫情 他讲了一番话,他说什么呢 这是一丝政变 不是政变,就是通往在政变的路上 请大家做好资产配置准备 说冠状病毒只是一个借口 真正即将来临的是资产缩水 这文章还讲 说是肺炎只是小事 家父,他指的是他爸爸习近平 真的只是一名棋子 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我看我感到可笑啊 本人认为啊 这个不可能是 这个习明泽发表的 你想啊,习近平这个家庭成员 在目前这个形势下 那肯定都是非常的谨言慎行啊 这个不仅是他爸爸 要这个老老的操控啊 而且呢 他代表这个中共这个集权统治的这个集团呢 本身都有一些运作的程序啊 对这些家族成员的活动 那都是这个控制都非常严啊 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多的自由啊 何况在现在目前 这个疫情正在蔓延 各方面对习近平的指责的声音啊 这个舆论滔天 大部分的舆论都是批评习近平 认为他不如李克强 还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啊 还能到武汉第一线去看一看 习近平在北京露面表演一番 连和这个群众见面握手都不敢啊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都是如履薄冰啊 他的家族成员 像习民泽这样的 这个小孩子啊 不可能啊 这个站出来啊 在网上发表这些文章啊 那么之所以这些文章出笼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有一批这个拍马屁的 仅仅追随他的一些既得理事 那么这些人包括什么呢 包括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啊 纵用的这个自将新军的成员啊 还有呢 过去他在河北啊 在上海 在浙江等地和他有过交际的 他比较了解的啊 后来纵用的一些人 还有呢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啊 掌控的纳税人的钱 这个换养的啊 这一批这些大外宣的啊 一些这个猴使的 一些笔杆子啊 那么这些人可能是为了给习近平息地啊 为他这个来这个解说一番来解释 那么可能就故意地啊 这个伪造这么一篇短文啊 所以说这篇文章我认为在网站上现在流传的比较广啊 那么而且这里面你可以看他里面还讲到什么呢 讲到让人们呢关注什么呢 关注明年或者后年 说财富的塑水将达到40%到60% 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他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 他知道中国人民 这个特别的关注啊 这个个人的财富的问题啊 人都是这样 人的人性的特点就是 都比较这个自私 到了关键时候 想到都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啊 那么至于说政治利益啊 在中国人看来就是次要的 那么他也是提示 你们不要关注这个政治问题 多关注你们自己的钱袋子啊 口袋等等 其目的都是为了为习近平这个开头啊 那至于他讲到习近平只是一个妻子 这倒也对 因为习近平他再强势 自以为就是说定义一尊 把这个党政军各个大学放在自己手里啊 既掌握公协法 同时又掌握意识形态 这是由于中共这种极权统治 这个决定的 从毛泽东 后来邓小平 以至江泽民 胡锦涛 其实名义上都是这样 所有的权力记忆深 那么 他也是一个代表 一个象征 那么有些事情 也并非他个人的一些想法 还代表这个统治集团 也就是整个的这个 利益集团 所以说说他是棋子也对 但是他这个棋子 饺子以前这个棋子不太一样 首先他是在这个 和这个胡锦涛比较 他是摒弃了这个韬光养晦 在这个外交方面 这个嘟嘟逼人 这个给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之所以产生和他有很大的关系 中美贸易战 达到今天的成果 也是他决策失误造成 那么国内的经济 一路就下滑 也是由于他在国务院 成立很多的小组 这个夺取了这个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的权力 造成什么呢 权力最后 这个由小组 就来领导经济 没有分权 没有制衡 没有发挥 党内所有派系的这样一个合力 结果造成现在这个困局 也和他有关系 那同样的 这一次这个 泛滥成灾的 这个新型观众病毒 他更是责物旁败 因为他把权力 浓在自己手里之后呢 这个强调什么呢 一切听党中央 党中央听他的 不仅是一党执政 而是一人独裁 达到极致 所以造成这个下级官员 不敢作为 等靠看 所以说 这个武汉的市市长周先旺 之所以说授权的问题 这个造成延误 这也是在 可以认为是比较值得相信的 一件事情 那么 所以说 习近平这一次这个 集系团队 他是应对现在海内外舆论 这个压力 不得不出 抛出很多的这些虚假的这些 信息视频 你像前不久 李克强 这个在下到武汉之后 当时呢 这个对李克强 个人来讲 声誉是 确起 过去人们都认为 李克强是 这个胆小 现在看来 至少比习近平 还有些担当 还敢于到武汉去 带着大口罩 特别是东北老大妈 这个孙春兰 四下武汉 这个去视察 应该讲做的还是 比较到位 那么 所以说 网上也有一条假的视频 就是抛出来 也是 这个 零零 散散的 这个 朦朦胧胧的 不是太清晰 有一段视频 好像有些领导杆 也是到了 这个 武汉的第一线 当时网上也 有人讲 这是习近平到武汉去了 也是个假消息 同样 这次这个 有关习明泽的一段 这个 一段话 发表在这个品冲网上 我认为 也是类似 这种 这种技能 这种手法 这种手法 都是帮助习近平 席地 恰恰从一个侧面 表现出了什么 表现出了 习近平目前 他也自己知道 就是 形势不妙 自己这个 内政外交 陷入了困境 特别是这一次 造成这个 武汉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蔓延 最初打压 这个 李文亮 李文亮 时间为代表的 这个 感言人士的 这个真情 隐瞒这些真情 都和习近平 有直接的 这个很大的关系 除了这些民间的 出笼这些 杂七杂八的 这些言论 视频之外 还有官媒的 也在为他 这个开拓 你像最近一期 出版这个 《求是》杂志 发表一篇文章 其中讲到什么 讲到说 习近平 并不是说 不重视这个疫情 早在1月7号 就做了 自私了 那自私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 这个大年初一 这个 也就是在孙春兰 这个下派到武汉 回来之后 向他汇报了真情 他才这个 组织一般人 成立了这个 防疫领导小组 这个反应的确是 太慢了 这个太令人失望 而且 尤其是在 这个春节这个期间 还搞团拜 团拜会上 还搞了一次讲话 在那里面大会堂 竟然歌功颂德 自我吹嘘 其中一句不谈 武汉不谈湖北 你想这件事情 是一个重大的 应该讲是一个 犯罪行为 特别的令老百姓 这个愤怒 那么上行下小 他这样 各无生平 那么下边 湖北省肯定是 两会召开 文艺晚会 照样演出 这个讲 超良和王小冬 那么还有这个 马国强 还有周先王这些人 都是看上级的脸色行丝 上级不大回事 太不大回事 反正我汇报上去了 按照程序 你们不让 公布数字 怕引起恐慌 怕干扰大好形势 我们只能照本宣科 将来你别拿我们说事 所以网上都讲到 周先王 这个水过的事 的确是这样 那么当地 汉文网 当地的 湖北日报的 湖北晚报 武汉 晨报 组成这个网站 也是为周先王 这个明远 汉区 明远教区 这些事情都说明什么 说明习近平 遭受到了 自从2012年 执政以来 最大的一种政治危机 空间的政治危机 可能党内这些 各个派系 有一种就 给我的感觉就是 肯定是形成一种 合力 对他来讲 来讲是 一个挑战 我们知道 习近平现在 执政七年 内政外交陷入了困境 2022年 那么到底 能不能 搞成20大 能不能终身制 就很难讲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肯定是非常紧张 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讲到 这个著名的言论人士 维权人士律师 徐志勇 这个被抓捕了 被逮捕了 前一段时间 一直在传闻 说是徐志勇 正在逃亡的路上 在这个途中 还竟敢发表了 很多这个观点 特别是有篇文章 讲到劝退输 劝这个习近平退位 这一点是和这个 徐章润 清华大学教授 他的观点都是一致 他们这些观点 都是代表着 民间的 包括党内的这些 这个不同的派系 一个共同的新生 就是什么呢 希望习近平能够 这个卸任 能够辞职 免于这个国家走向灾难 都表现了老百姓 对他的这个失望之情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 之所以要抓捕他 抓到这个徐志勇 我相信很可能 也都和习近平 目前的处境困难的关系 你看他这个防疫领导 小小组成员当中 没有这个卫健委的这些技术管流 当然也表明他对卫健委这些人很不满意 很生气 但是也说明什么呢 他的这个思维定势就是什么呢 维稳 镇压 大于什么呢 大于包容啊 大于防疫啊 里面都是公安部的赵克志啊 这样的人物啊 再加上就是 善于这个包装策划 撒谎的 撒谎的这个 这个王沪宁啊 你就可以看出他的思路啊 他认为镇压 这个能够解决一切 这个强权能够把真实声音压下去啊 那么 所以这个徐志勇 这次就很不走运啊 我估计他之所以躲到广东啊 到广州 判语可能是想通过一些关系啊 能够在这个能够闯关的 能够跑出来啊 因为徐志勇已经被判刑过一次了 他当然不希望再能够入狱啊 这坐牢是很辛苦的 不是一两句话所能形容的 那也是没有办法 他倒霉在哪里呢 就是说刚好广东判语那地方 这个搞这个防疫工作呀 要清查人口 清查人口的呢 肯定是拉网事儿的 一家一户都不能放过 特别在现在的高雅维稳的行事下 他就撞到枪口上了 这个实际上他在那个地方 这个离这个泰国啊 这个边境都比较近了 一如果从泰国呢 这个联合国难民署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中心点啊 你像徐志勇这样的 本身这个政治庇护啊 寻求政治庇护的理由 应该讲是非常充足的 只要出来以后 这个可以这样讲 还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这个由于他在这个 隐藏这个躲藏这个期间呢 就依然勇敢的啊 就批评习近平 我估计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因为习近平做的实在是太惨了 这样再搞下去以后 中国中华民族将蒙兽啊 巨大的灾难 实际上已经蒙兽了 你看这一次整个武汉这个疫情造成的 多少人的这个非正常死亡啊 这里的故事啊都非常的悲惨啊 昨天我看到一个湖北电影制片厂的 有一个导演 就一下死了好几口人啊 就非常看了以后 真是让人的心如倒戈啊 你想一个领导人 这个如果选错的话 做出了决策是错的 直接导致的就是老百姓的这个灾难啊 所以徐志勇也是代表着 这个广大的啊 中国的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啊 所以徐志勇非常了不起啊 那么这一次又被拒捕了 我估计肯定要判重刑啊 中共不会放过他 在这之前你想像徐章润没有刷 但是估计恐怕出境也不妙啊 此外在这个期间 还有最近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啊 也是震动一时的像这个方斌啊 还有这个陈秋实啊 这都赶到这个节骨眼上 也就是从中共统治这个默契啊 习近平统治最脆弱的这样环节啊 那么他们肯定要采取的手法 就要进行严厉的这个打压 绝对不会放过啊 你想现在 澳大利亚的异议人士 著名的这个 也是这个 这个言论人士啊 异议人士 杨恒军 到现在还没有这个案子 也没有结果啊 也关押在看守所里 那么相信肯定对徐志勇呢 也会关押一段时间 也会这个提供给广大读者的一定也是不好的消息啊 这都表明什么表明啊 不仅仅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啊 这是一个中共这个整个这个政党啊 这个在末期的时候 这是裸奔啊 狂奔啊 最后的疯狂啊 那么将来究竟怎么样 就很难讲了 我看到网上现在有很多人 发表了很多的这个一些 一些预见性的这个消息啊 其实 网上之所以出现 习近平女儿 习明泽的一些假的消息 就已经表明什么呢 中共官方已经千里极穷啊 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抛出这些东西来 搅混損 也搅不混啊 因为什么呢 整个这大的世界 放在大的时代啊 已经像人们展示了一个什么 一个巨变的时代即将 就是来临了 你想这次这个疫情造成 武汉 湖北呀 全国这么多的老百姓 非常常死亡 那肯定 也促成了什么呢 原本愚昧的老百姓的 这种觉醒 觉醒啊 就像这个方斌讲的 就全民的这个觉醒 全民的起义啊 这个还政于民啊 要这个葬送啊 要给这个专制 专政集权统治送送 那么今天的读报点评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最后还要讲一下 感谢那些无私的 帮助这个节目的 广大的网友 谢谢你们 明天见